Lside著名字 作詞人的作曲 作曲 語音 作詞人的作曲 大家好 我們是Model이축工作室 我們的工作室主要是用實境玩色照 就是讓更多的人能用遊戲的方式去把文化還是歷史活化 不再是死板板的那樣 然後讓大家了解 像是老屋需要保存 還有菜市場需要更多人 來創造更多新的生命 我覺得小孩子 他們的邏輯真的是很單純 所以很多遊戲 其實爸媽看起來都解不出來的東西 其實小孩馬上看到他 就直接反應 然後他就知道是什麼 我們有時候會比較 不要太顧慮我小朋友的感受 想法是比較 不是以我們大人的思考下去思考 可是其實後來才發現 真的好像 其實不用用這個思考去看待他們 其實有時候他們都是小大人 就是因為他們學的還不夠多 所以他們的思考是有創造性 是開放性的 那我們在自己做節目的時候 反而就突然出我們自己 其實那個只是為是固定的 如果我這個東西就給大家說吧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去理解我們這個東西 那就是在試玩過程中 就發現說其實 我們真的想太多了 小孩子他們有自己的發展 其實他們的創造性 他們看到這個 他們就一個學習 他就可以知道有這個東西在想 他們反而比大人們更容易去 去固解我們的題目 對那 就是當一個遊戲 其實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 小孩子的狀況 其實是無限的 是因為我們是在光廟的青年 然後我們會希望是 遊戲是等於是我們在行銷裝的 所以家夫會選擇菜市場 是因為媽媽那時候說的 菜市場就是我的遊樂園 然後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我們就進來裡面 去訪問各個攤箱 結果發現其實每一攤都是個博物館 那我們為什麼不來 我們這個博物館的實境闖關遊戲 我這時候會進來 是因為我知道裡面有好處 但是我實在沒有一個足夠的理由 去讓人走進來 自己一開始的想法其實還蠻狹隘 就是覺得說 人進來就是要消費啊 要不然進來幹嘛 但其實 我們只要讓人進來這件事做到 其實後續 就可以偏離開發 讓小孩子自己人想法 所以用溝通這樣子 讓大家玩一玩之後 有更多想法 可能就對這邊有真相的考慮這樣 第一次博物館 很奇妙 你們應該去洗個澡 是說 我已經搶成本 是說 你不要也在想法 這 week 我們就… 你… 我們…